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桨叶转动后 向上轻推左侧摇杆即可起飞 一键自动起飞 屏幕左侧有一键起飞的控制按摩 起飞后 摆动左边的摇杆可以控制飞机的上升 下降 顺逆时针旋转 右边的摇杆则控制飞行器的前后和左右运动 降落时 将左边的摇杆下拉到底部 飞行器会下降到离地面50厘米左右 会有二段降落保护 持续向下打杆 即可完成降落 当飞行器已经连接上遥控器或其他手机 需要先关闭遥控器 再连接飞行器 长按飞行器尾部指示灯按键4秒 进入DJI GOES App 点击右上角的菜单按钮 扫描二维码 选择扫码连接设备 扫描机身上的二维码标识 App界面显示开始飞行 表明连接成功 检查飞行器状态列表正常后 这里 以美国手为例 进行讲解 点击左边的自动起飞图标 拉动滑条 飞行器自动起飞 起飞后 推动左边的虚拟摇杆 可以控制飞机的上升 下降 顺逆时针旋转 右边的虚拟摇杆 则控制飞机的前后和左右运动 点击自动降落按钮 即可完成降落 自动降落时 下式视觉传感器 将自动进行地形检测 以保证飞机安全平稳降落 编辑分享 接下来 借助DJI GO App 点击进入编辑器 你能方便地为拍摄图片 视频 添加片头 转场 背景音乐或滤镜 可以上传到DJI社区 然后 一键分享至微博 微信朋友圈 Facebook 等多种平台 这就是新一代的 U Mavic Air 的首次使用指南 下一集 我们将为您介绍 U Mavic Air 智能跟随功能 感谢您的观看